古人瘾注重一个品物 幽香之中不仅身心放松 还能抒发人生感悟 有道是品茶如品人生 各种矿味尽在其中 茶能养生更能养心 这其中的妙处 且听于丹教授与您娓娓道来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大家过节好 这几天有充裕的时间了 我们身体肯定是闲下来了 但是心闲吗 真的能保证在过节这段日子里面 身心都松弛吗 其实中国人过去的养生保健 有好多仪式 我们大家都来喝茶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从外面跑回来 总是愿意去喝一大杯凉开水 再大一点有各种饮料了 比如说可乐刚起来的时候 更喜欢觉得咕嘟咕嘟喝下去多好 那个时候大人老说 还是喝口茶 热茶解渴 太小的时候不懂这句话 觉得热茶要吹凉了就得半天 一小口一小口喝着 再说它没滋没味的 哪能解什么渴呀 所以总是跟大人说不喝茶 茶太烫 这个时候大人又会说一句话 说哎呀你还是心不静 心静自然凉 真正到了会喝茶的时候 就想想热茶还是解渴 慢慢喝茶那个过程 是让茶凉下来 也是让心静下来 即使是热茶进来 汗发出去也会带走一种烦躁 市面上的饮料有千百种 为什么却唯有茶 被千年推崇 甚至被誉为国饮 本开关于茶的记载 我们会发现 喝茶的讲究非常之多 从泡茶的水质 器具 燃料 甚至包括 漆茶者的仪态 服饰 动作 眼神 都有一系列的要求 既然喝茶这么麻烦 为什么几千年来 还是有那么多人 难舍茶香 这喝茶的一系列讲究 对人生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为什么喝茶呢 我曾经在台湾 遇到过很多喝茶的人 我在那里 其实逐渐逐渐的觉得 进入一种茶的矿位 就是打开了一种心情 曾经有一位台湾的茶医师 他带我到他的茶庄里 非常朴素的一个小竹楼里面喝茶 那是一个很淡雅的女人 说话静静的 动作柔柔的 她在泡茶的时候 是不能用肥皂去洗手的 手上也不带任何的首饰 就是为了保持干干净净的那种气息 他告诉我 喝乌龙茶的时候 是要焚香的 他从随身一个小小的锦囊里面 掏出来那么两三块 磨得正亮正亮的 小小的尘香木 他织起来了一个小小的 就像罐头盒子一样的小铁皮罐 然后他拿了一把小刀子 把那个尘香木的木屑 一点一点的削在那块铁片上 然后让那个铁皮片加热 你会看见干干净净 轻盈的浅白色的木屑 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变身 最后化为灰烬 就在尘香蟹 一点一点散发的过程中 他用滚热的山泉水 烫壶 洗茶 一泡 两泡 三泡 你看着一个白瓷的小杯子里面 那个茶色 从一开始清浅的鹅黄 逐渐的转浓 透出了一种金黄 那点扑鼻的香气 一点一点的喝在尘香里面散开 周围有山泉水 叮叮咚咚咚流淌的声音 那个时刻我后来一直记得 人心怎么要静下来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仪式中 让我们觉得生活本来是一件从容的事 其实不放假的时候 都是忙忙碌碌的 我看现在大家上班的时候 经常用一种很简单的这种壶 就是我们有时候管它叫飘逸壶 茶叶放在里面 水花的冲下去 倒出来就喝了 这还是比较讲究的 不讲究呢 就是一个大杯子 茶叶一直呕在里面 喝到什么时候 就是什么时候了 也许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如此 但是放假了 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喝茶的仪式呢 有的时候 一个仪式感会让我们有一种发现 在仪式里面 邂逅一个从来没看见的自己 看见自己如此柔软 看见自己如此宁静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节奏加快 很多人忙忙碌碌 疲语奔命 于丹教授认为 一定要用品茶的心境来品味年生 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从容 要时刻保持一颗宁静内心的心 才不至于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 变得浮躁 甚至迷失自己 他建议 现代人不妨多喝喝茶 因为泡茶喝茶的过程 其实也是让人的心静下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思考 参悟 从而变得超脱于淡定 不仅如此 于丹教授还认为 喝茶不仅会让我们 在繁华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 茶还会带领我们 找到人生的真谛 这个真谛又是什么呢 其实喝茶 如果从它的本意上来讲 大家想想 中国的茶字写得多有意思 这个字的结构就是 人在草木之间 对吧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木字底 中间是我们的人 喝茶最大的味道 是让我们回到了草木山林 拥有了自然的山川 拥有了人最早走出来的 那个坐标 而不是这样水泥聪明的都市 什么是喝茶呢 它不光是滋润了我们一种口感 更重要的 它唤醒了我们的身心 能不能我们就坐在家里 对着二三友人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在淡淡的喝茶过程中 让草木之香 从岁月里面流淌过来 让我们还回到 从来不曾遗忘的山里 于丹教授认为 喝茶可以带领人们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而这正是中国养生智慧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 喝茶往往是一件 融入了哲理和伦理的活动 很多文人雅士 都通过喝茶来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 品味人生 参禅悟道 以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和人口上的进化 这也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 茶道 那么茶道和人生之道 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喝茶其实是一件 很中国的事情 甚至它是一件 很哲学的事情 因为中国人 是讲究人与天地 次时之间默契的 大家想想道家 说这个世界上道理是什么样的呢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人要以大地为法则吧 大地上春天可以耕种了 我们就开始忙碌 到了夏天呢 这个大地上万物葱龙的时候 我们就要挥汗如雨 秋天可以收割了 到了冬天 大地的庄稼已经不生长了 人就回家过年了 其实大地又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地法天呢 春天天上下雨了 秋天天上的那种太阳 让万物成熟了 冬天下雪了 就开始涵养地利 天 法道 道法自然 自然的道理 山林草木 让我们拥有了不同的茶品 这些茶 就是一个符号 在提醒着我们 跟着天地自然去养生 于丹教授认为 喝茶 其实也包含了中国的养生哲学 就是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来养生 无论春夏秋冬 这些小小的绿叶 带着中国人特有的温文尔雅 传递着悠久的中国文化 按照我国传统一曲的说法 茶叶因品种产地不同 便有寒温甘苦等茶性的不同 那么不同的茶该如何品 又该怎样利用茶来陶冶心情呢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能够在每一个春天蒙动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随着春风飞扬 看着万物萌生绿意生长 我们可以开始期待 明前的那盏绿茶了 绿茶是不发酵的 嫩嫩的茶芽 大家泡下去的时候 还能够看见它 一根一根的立起来 你是觉得刚刚收进去的草木香 那一瞬间就展开了 所以喝绿茶是要用玻璃杯的 因为你舍不得不看见那一点心绿是怎么绽放的 茶叶泡开的过程宛如春花绽放 我总是喜欢在早晨起春天的绿茶 因为我总是觉得你冲进去的是今天的第一缕阳光 你觉得那个春天的蓬勃 春天的梦想 嫩绿嫩绿的开始在你的眼前 幻化出来一片希望 所以大家想想 从春天到夏天 我们逐渐逐渐的开始燥热了 大家都需要一点清凉 这种完全不发酵的茶叶 它带着那种最清新的生命力 所以清茶是可以拜火的 我们喝了这样的茶 就能够心绪变得很舒展柔和了 但是到了历秋以后呢 整个大自然的空气色彩都变得浓沉 秋天的斑斓 是所有的画家 以他的笔触都不能去描述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去喝半发酵茶 从乌龙茶里面就能够感受到 一个渐刺成熟的季节来到我们的心里 有时候我们抛这种半发酵茶 把它的叶片翻过来 我们会看见 它叶子的叶斧还是绿色的 但是边是红色的 这种茶的历史很长 从宋代进贡的龙团凤饼 一直流传千年而至于今 正是因为他借乎绿茶和红茶之间 他属于半发酵 所以他稍微熟一点 稍微生一点都在人的分寸之中 这个季节喝过去就到了冬天 冬天是进补养生的时候 一盏浓浓的红茶摆在眼前 一盏手朴摆在眼前 你会觉得冬天的那种醇厚 酝酿着第二年新生的那种希望 让你的心那么踏实 所以普尔这两年 大家都越来越喜欢了 我曾经喝到朋友们 给我泡八十年的 九十年的 现在已经很罕见的那些手朴 用他们的话来说 这样的茶喝一泡少一泡了 所以我看到泡老茶的过程 是要拿透气性非常好的紫砂小壶 通体烫透 把老茶细致的筛进去 盖紧壶盖 再用这样滚烫的山泉水 去浇整个的壶身 老茶就在蒸腾的气息中 渐次苏醒 等到他终于苏醒的时候 第一泡进去 把洗茶的水倒出来 第二泡才开始蒸给客人喝 最好的老茶 泡出来的绝对不是那种浓如酱油的颜色 它是那种真正金红金红的琥珀色 我想正因为普洱茶的发酵过程 是要靠阳光红干的 一个在岁月中沉睡已久的茶饼 它空体都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阳光给它的那段金色 会一直泛成它那种琥珀的光泽 你等着这段光泽 逐渐逐渐的闪耀 所以我想喝茶是个过程 喝茶是一件朴素的事 但它也是朴素生活中的奢侈 因为它不需要太昂贵的茶资 它甚至也不需要太长的时光 它需要的是心真正静下来 你相信吗 一个心静的人泡出来的茶 是不一样的味道 我国古代的茶圣陆宇 就为我们演绎了这样的故事 陆宇从小是一名孤儿 北溪湖边龙盖寺的柱池收养 自幼学习泡茶 到他十来岁的时候 老柱池就非陆宇泡的茶不喝 十二岁那年 向往红尘世界的陆宇不辞而别 逃下山去 后来陆宇成为一代名士 并被皇上召入宫中 但他一直无法摆脱对师父的愧疚 为了了却陆宇的心愿 皇上派人去请老柱池入宫饮茶 第一杯茶 老柱池向征兴的尝了一口 两壶兴趣 第二杯茶是陆宇所泡 老柱池有稍稍沾沾嘴唇 刚要放下突然顿住 一瞬间老泪纵横 说陆宇在此 这时陆宇走出来 师徒相见 这只是民间流传的一段传说 但是我宁愿相信它 因为我愿意相信这种美好 我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心灵的默契 它可以在泡茶一件事上 让你相隔的岁月突然之间消失 消失了所有的鸿沟与隔膜 而心意相通 深情相许 我们在今天有这样泡茶的心吗 当然陆宇从宿宗以后就隐移了 后来他写出了茶经 被奉为茶生 我们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造诣 但是你愿意有这样的心情吗 余丹教授认为 不同的心情泡出来的茶品味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哪一种茶 唯有用心泡出来的茶才会与众不同 正如无论什么样的人生境遇 只有像泡茶一样用心去对待 才会最终有所成就 我在台湾的散文家林清旋老师的散文里 曾经看到过他说的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家大公司 每年招聘新人 一个文科毕业的高材生 很骄傲漂亮的一个女生 考进了这家公司 没有想到来了以后呢 董事长就淡淡的吩咐 说让这个姑娘去做泡茶小妹 这个孩子呢 大受打击 泡茶的时候心缘一码 就都应付应付 最后他想 我还是跳槽吧 离开这里了 所以这个早晨 他揣着辞呈来到公司 刚好老板已经进去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谈判 又来叫他泡茶 他在提起水壶那一瞬间 忽然想 今天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 最后一泡茶 好好用心吧 这个女孩子怀着眷恋的心 一点一点的去煮茶 把泡茶的顺序 做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一丝不苟 他这样泡好了茶 端进去 客人端起茶喝了一口 很惊讶 再品一杯茶 然后笑着对老板说 我信任你们这家公司 你看看 你们就是普通代客的一杯茶 可以泡得这么好 我签约了 这杯茶泡完以后 这个小姑娘撕碎了她的辞呈 因为老板终于给了她晋升的机会 人人怀揣飞扬的梦想 走到社会之上 我们真的能够一踏入社会之道门槛 就一展宏图吗 还是从一点小事做起吧 这件小事也许从程序上人人都会 但用不用心思在里面 笑过天壤之别 你能得到人生 你自己的那盏茶吗 你先看看你能泡出什么样的茶 所以 泡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它是我们和自然之间的一种默契 它是我们对自己心性的一种唤醒 它让我们身居闹市 而还原山林草木之中 所以我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词 他说 修对故人私故国 且将心火示心茶 施酒称棉花 眼前的茶现在是太多了 大家都在说用茶怎么样去养生 但是我想养生最高的境界是养心 于丹教授认为 喝茶不仅是为了养生 更重要的是养心 喝茶是用茶汤洗涤心灵 是在与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对话 有时候 人生就如一杯茶 茶叶要经过沸水冲烫 才散发出身孕的清香 而生命不断的经历坎坷 才能绽放出人生的一脉油香 只有具有了茶一样的心态 才会在人生的每一次艰难困境 甚至在烈火的煎熬中 依然从容绽放 我们总希望有一种侥幸 就是让生活不那么煎熬我们 对我们温情一点 但是有个比喻说的好 说生活就是滚开滚开 一百度的沸水 它不会因为特别的偏爱你 而把它水温降低成一个温泉 但关键呢 你看你自己的生命 以什么方式与它相遇 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 如果眼前有三口锅 里面都是一百度的沸水 你试着往里面放三种不同的东西 看看会得出什么结果 第一口锅里面 你可以放一根生的胡萝卜 第二口锅里面 你可以放一枚生的鸡蛋 第三口锅里面 你试试放一把干茶叶 一起让它煎熬吧 煎熬到时间很久的时候 掀开锅三种东西都变了 生胡萝卜 本来是鲜亮的 有款有形的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少年 刚刚走进社会时候 那么意气风发 壮志凌云 但是生活煎熬煎熬到最后呢 就把它煮软了 软塌塌的一堆胡萝卜泥 什么都找不着了 第二个锅里的鸡蛋呢 刚进去时候是柔软的 鲜亮的 流动的 煮啊煮啊 一个熟鸡蛋 是硬邦邦的 包了皮里面的蛋清也是硬的 包了蛋清蛋黄也是硬的 从里到外被生活煮硬了 我们都见过这样被煮软和被煮硬的人吧 煮软的人很多是老好人 大家人云亦云 已经没了自己的煮煎 煮硬的人 往往愤世急俗 以偏概全 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 那么除了这两种以外 我们还可能有第三种形态吗 让我们向泡茶学习 你去看看一把茶叶 不管它原来是怎么样干巴巴的 皱在一团的 只要它到了水中 它的叶片一定会舒展 经过同样的煎熬 它把自己舒展 丰美到了极致 同时 它把一锅清水 改变成了香茶 这就是茶叶的态度 融合 实现 并改变 也许泡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那杯茶 喝了自己的这杯茶 给了别人一杯茶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茶色里面带着你的微笑 带着天地阳光 带着千年草木 我们自己会在喝茶这个过程中 学习成长 所以今天让我们开始喝茶吧 中医大家的养生之道 个性化养生 最适合您的养生方法 养生不在养 养生如放羊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岐教授 35年研究 解开体质的奥秘 人分九种 种种不同 深度解析 清郎相受 解开您的身体密码 健康之路系列节目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